炒鱼鸡蛋 中型猫柱4枚 2枚进去 2合250毫升鸡汤 竹签 粥签放在锅盖和锅中 让它不太热 用牙签代替也可以 瑶柱要浸水浸3个小时 然后蒸2个小时 繁复蒸得到天亮 所以今天只浸水浸3个小时 然后我们就蒸了 瑶柱已经洗净了 让水浸过面浸3个小时 瑶柱已经浸了3个小时 这样我们就不再另外蒸开 如果是正确点的话 另外再蒸2个小时 蒸到它淋了 我们撕碎它 瑶柱这个枕是硬的可以撕走它 不要要 这些瑶柱水 人们会放回去蒸 我们现在预热那只碟 碟子和瑶柱放进去蒸 等水滚了我们再加鸡蛋 蒸1分钟 加2个小时 再加鸡蛋 加3个小时 加入4个小时 加入200毫升 放入1.5倍的鸡汤 加入1.5倍的鸡汤 加入1.5倍的鸡汤 加1.5倍的鸡汤 鸡汤和姚柱水 加1.5倍300毫升 加少许胡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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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姚柱 炒粉 加入鸡蛋 鸡蛋 炒粉 鸡蛋 大火盖盖蒸1分钟 这枝牙签有什么用呢 放少许气 放少许气 蒸1分钟 关火焗8分钟 大火焗8分钟 焗8分钟 放少许气 粥签 aren't粗 用牙签会比较好 之前拍过一部农家蒸水蛋 用牙签 放少许葱 放1汤匙熟油 蒸鱼豉油 鱼豉油 鱼豉油